複製一下 呼叫空一格貼上 那也就是說 這邊我已經寫好了一個 這個是一個副程式 那這個副程式 將來你們也可以在別的地方可以使用 那它的作用什麼呢 就是你如果有五個欄位對不對 你就給五個欄位 那它會做什麼事呢 它會第一個 先建立一個就是ADO的連線 這個連線呢 會去自動去抓什麼 open open你的 list workbook 我們現在的工作部裡面的PASS 底下會有個問題一點 意思是說我剛剛不是有建了一個資料庫 然後是放在哪裡呢 放在有沒有 跟它在一起 所以這個地方特別需要你要先檢查 如果你程式有問題的話 你要先確定一下 你們是不是有放在一起 那指的list workbook list workbook指的就是這個 那點PASS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放在同一個路徑底下 斜線跟木屋底下呢 會有一個什麼 ACCDB 這個是SS資料庫的附檔名 那你要先確定 如果你沒有第一個 你的那個跟木屋底下 沒這個東西的話 也找不到資料庫 OK 那我們有這個資料庫之後的話 第一步就完成連線了 第二個要做什麼呢 就是去組那個seql語法 這個seql語法就insert into 這個有沒有很熟悉 這個的話就是剛剛我們下了這個語法 對不對 問題1欄位名稱 空一格 後面呢 再串接這個seql的value 它的value什麼呢 value等於怎麼樣 因為後面要輸入的值是活的 所以呢我就把這個 A B C D E放進來 那特別注意 要注意幾個幾個重點 就說這個我想 這個應該要有個單引號才對 因為這個後面 1沒有 姓名前後有沒有這個單引號 這邊有個單引號 因為他是一個文字 那身高沒有前後沒有 那再來的話體重也沒有 再來性別有 所以性別這邊好像有個單引號 這邊有個單引號 OK 那表示說這個裡面的資料 我將來放進來的是一個文字 那最後的話呢 如果要讓那個SS去幫我執行的話 其實就利用ADO 再傳送什麼上面的語法 去讓他執行 那執行之後的話 他就知道怎麼樣 幫我把這個語法傳給SS 這樣就會新增一筆進去 到資料庫了 那你就可以test一下 這裡有點難度 那我再把這個程式語法 怎樣 Ctrl C 放在哪裡呢 放在我雲端上面 所以 等一下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這一段程式碼 OK 那這一段程式碼裡面的話 包含就是說 你要先建一個按鈕 這個地方 稍微比較比較難一些些 也比較複雜一些些 那這個按鈕的名稱 記得就是叫什麼 叫做B3 然後底下的話會有一個副程式 我們由這個call去呼叫他 OK 所以這裡的話我想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試一下 好 來 試一下